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今年首度尝试办理主题创意策展 公开申选营运计划 最后是由多罗满赏金公司为首的 9个民间品牌成立了铁乐星共银团队 无偿进驻到年底 5月第一个周末是以铁乐星爱你的系列活动 宣告正式的对外开源营运 期盼要以民间的创意能量 让文字馆不再是文字馆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民国77年由台铁局裁测后 荒废多年 后来民国91年由花莲文化局接手 93年首度对外开放参观 不过受限文化资产法规等合约限制 经费仰赖中央机关 迟迟无法有效活化 今年花莲文化局办理主题创意策展 公开申选营运计划 3月有9个民间品牌共同成立铁乐星共银团队 5月的第一个周末以铁乐星爱你系列活动 宣告正式对外开源营运 我们嘴巴上讲共创行政上面要愿意配合所有爱花龙的朋友大家一起要参与这才是个真正的共创 不再是过去委托一家团队 然后就说他要卖什么东西可以活 大家都知道活不了 那但是大家用一种爱花莲的心情实际的参与 这件事情我真的要非常感谢在座各位的协助跟帮忙 那希望以后大家都一起支持这里 让这个铁乐星真正能够遍遍开花 以多罗满赏金为首 他们就聚集了一群 包含了花莲日日 还好书店 阿龙文史工作室 伊伦 以及回南窝 以及王继三老师的所有的音乐工作室 就是不管从音乐 或者是文创品 甚至于农产品 然后以及历史 美食 以及所有旅游的行程 大家一起聚集起来 然后用一个实验室的精神 进入了铁道文化园区 那今天我们就开了一个叫做 铁乐星爱你的一个这个开幕仪式 为什么叫铁乐星爱你呢 因为当然除了是因为这是在铁道之外 以及一群一群傻子 那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政府的标案的经费 但是一群人进来这个地方 大家都是各自淘宝 把各自的空间跟营运 其实都会用自己的力量 然后去把它振起来这样子 那甚至于所有的费用 其实都会一起团队里面 一起去cover这些事情 所以说现在重新营运了之后 相信所有的游客也好 或者是花莲在地的乡亲朋友 有空都可以欢迎来铁道文化园区 每一个馆 它都有每一个不同的味道 以及元素 让你以往对铁道文化 已经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想想 花莲文化局长表示 由于今年度没有计划经费支持 但文化局愿意在行政上秉持开放态度 高度弹性和信任 支持各类产业体系发展 有个民间品牌以铁了心爱花莲的心智 进驻共赢园区 期盼也能以铁了心的精神 未来遍地开花创造共赢 记得讲邦彦华临时报导